好 再来看看这位坚强的阿嬷 住在屏东的秋朽之 她全心照顾女儿离婚之后 留下三名孙子 其中两名孙子呢 还各自罹患了中重度的脑性麻痹 为让两个孙子能够独立自理 十年来她不辞辛劳 带着两个孙子从屏东到高雄来就医復健 她坚持不放弃 她说 只要爱孙们能够正常行走 就算再累都值得 帮宝贝孙子扣好扣子 接下来要扣好的自己 这是修纸阿嬷给孙子的功课 对啊 帮你自己挂 挂好一点就 这快走 我们先去下楼梯了 那这边放你啊 他就会下楼梯啊 三个孙子中 两个各自离患重中度脑性麻痹 大孙子行动不便 还是得自己下楼梯 一步一步虽然缓慢 但值得等待 训练孙子上机车戴安全帽 培养自理能力 是秀制阿嬷的使命 好 上机车路了 努力一点就成功了 好 起来 这是我车画的一个一句话 她现在什么都不用我们啊 她都会做到啊 慢慢的都让她自己独立去做啊 以前都让你旁边 穿衣服啊 戴安全帽上车 都没有办法 跌倒了得自己站起来 尽管心疼 但绝不心软 是阿嬷的教育方式 女儿离婚后到外地工作赚钱 老妈是医学术语 修制阿嬷未必懂得透彻 她只知道不能放弃 哪里都是公兵 只要说你这个不会好 甚至于朋友来到这边 我先生的朋友来到这边 你放弃不要再追究 因为这种的小孩子是不会好的 听的那个时候真的心很痛 但是我不服气 一周有四天 修制阿嬷带着两个孙子 东奔西跑 从屏东到高雄就医福建 哪里能治疗就往哪里去 母妹是一倍 她等于是三倍 她比较耗力 所以她比较辛苦 这样子跳 不是这样子跳 坚强和毅力 让修制阿嬷 获选为今年家福基金会 表扬的自强猛心 一直鼓励是修制阿嬷的勋章 孙子们一路走来 慢慢独立 给她的安慰与感动 是令她骄傲的宝藏 今天那么辛苦 接我们上下雪 谢谢阿嬷 那你有没有打算说 以后怎么来回报她 赶很多钱 我会要很大的来来来 记者张春华继续 续往远方评论报道